达成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平衡 有人称西藏是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 来自法国的玛利亚就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感 并决定永远留在西藏 来自法国波尔多的玛利亚 从小就喜爱中国文化 十几岁时在家人的影响下开始学习疫经 每一次远离城市都是她潜心寻找自我的旅程 来到预定地点 见到了这次与我们一起徒步的伙伴 是她的三位法国籍游客与一位当地向导 随后按照玛利亚的专业建议 为了确保能够在户外行走期间有足够的体量和热量 我们在当地老乡家中补充了食物 向海拔4800米的山地进发 我们现在走进的是当地牧民的黑帐篷 玛利亚带着她的团队朋友们 以及我们一同去看看这里真正的老乡 在这个草原上在这个山上是如何生活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们用来取暖和做饭的灶台 可以看到他们用的燃料 就是当地最原始的牦牛粪 当地向导告诉我们 这个远离拉萨的村庄原本以游牧生活为主 现如今随着政府安居工程的落实 除了夏季放牧漆以外 都住上了较为舒适的安居房 另外 随着近几年交通的发展 当地的酸奶等农牧产品运到了城市中 也让更多游客走进大山深处感受自然 当地老乡收入提高了 生活也富裕了不少 这就是股票为远达到Tibet 就这样我们的欢声笑语彻底静默在了山谷之中 这个是一个名称的名称是一个名称的名称